创投教父有罪 四大咖听了全身发麻 哇 这么重 这么重 全身发麻 法官已寒无的证据 发挥了特定的争议感 用这么重的罪做定验 我文字未养 什么是让四位产业大佬说话了 有台湾创投教父之称的 普讯创投董事长柯文昌 被控利用内线消息 低价买进绿点公司股票 等绿点被诟病的消息公布 在抛售股票获利达4.7亿元 上周五最高法院依证券交易法 内线交易罪 重判科9年并科罚金1亿元定验 昨天四大咖出面发生 包括何硕董作童子贤 洪基创办人施正荣 台达电创办人郑崇华 以及国泰金董作蔡宏图等人 召开记者会 指判决已签订无拘束力 一项书作为重大消息明确的试点 是不符合跨国并购食物的错误认定 这个红线板的位置 一继续还是比照这个例子的话 我们企业界的人真是心惊叹造 这只是表示一个意象而已 所以把这个当作 内线交易的起算时点 我觉得跟食物学的差异太大 日后会有什么影响呢 所有的企业界的这些经营者 都不敢互相讨论 或者去探视 对方有没有意愿来做合并 或者是被投资 因为这就会开始一个起算量 戴森温馨提示 今日天气转凉 戴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 快速均匀温暖全防 戴森J-Focus喷射控流技术